各位關心小朋友健康的爸爸媽媽們好 我是台東龍總兒童外科黃醫師 今天跟各位介紹兒童膳器 膳器是小孩子常見的外科疾病 可能沒有症狀 也可能在鼠西部位有輕微的突起 但嚴重的時候也可能腸子會卡住 造成腸阻塞 腸道壞死破裂 引發腹膜炎 敗血症等種種嚴重後果 平均100個小朋友就有一到三個人有膳器 而且其實男生女生都會有膳器 男生的發生機率比女生高 5到8倍 而如果寶寶是早產兒 他發生的機率更高 文献統計一般是高達30% 兒童的復古膜膳器 多半是先天的間接型復古膜膳器 也就是腹膜有一個缺口 而包在這個腹膜裡面的器官 例如腸道就會沿著這個缺口跑到外面 這就叫做膳器 這個膳器可能延伸到陰囊 也可能只有在復古膜的地方 右邊的膳器比左邊來得多 只有10%的小朋友 有兩側的膳器 另外有10%的小朋友 其實家裡也會有了腺器 1%的病人發病都是在6個月大之前 因此你的小寶寶在接受疫苗注射的時候 兒科醫師或我們都會幫忙檢查復古膜 是否有膳器 如果脹氣卡在膳器裡面時間過久 容易造成腫脹卡住 如果沒有辦法自行回復 則叫做坎頓勤膳器 這個卡住的時間如果太久 最後會引起腸道壞事 所以如果你發現你的小寶寶 屬膝部有一個硬塊 應該主動的去安撫它 盡量讓它不要鼓起 有經驗的爸爸媽媽也可以嘗試輕輕的把這個硬塊推回去 但如果觀察時間過後 這個症狀仍是持續 需要儘快就醫 另外有個類似的症狀是陰囊的水腫 陰囊水腫沒有腸道或腹內器官脫垂 而只有腹水流出 一般可以觀察到一歲 但一歲之後如果還是有一樣的症狀 就必須把它當作膳器來處理 膳器跟超過一歲的陰囊水腫是需要接受手術的 手術治療 以避免上面鎖著這些併發症 傳統手術的傷口在下腹 有經驗的兒童外殼醫師 都能夠用極小的傷口沿著皮膚紋路做手術 手術後的傷口用透明防水膠膜覆蓋 手術後三天就可以衝早 一般兒童的症器也都能以回床手術進行 尤其是懷疑雙側症器的病患 腹腸筋手術更有它的優勢 提醒各位爸媽 症器手術是一個成熟而且安全的治療方式 我們處理兒童膳器均以皮下縫合方式進行 不需要拆線也能維持傷口的眉關 最重要的是 小男生的膳器囊旁邊就是 舒筋管跟睾丸的血管 越小的小朋友這些正常結構越脆弱 透過兒童外科醫師的處置 才能細心保留完整的結構 我們的探索 大小朋友 我們教訓 感谢观看